我們今集會講講一些老友記 或是一些年輕人所謂的銀發族的上肢訓練 快點訂閱 否則我就讚你了 老人家很多時候上肢推的肌肉會被勞損 有時候會張緊 空大肌沒有放鬆 會抓到前面 久不久知也沒有拉筋 背部的肌肉比較弱 人就慢慢慢慢向前 因為手在前面重 腰會有痛 頸會有痛 最終手要拿回平衡 就會放在後面 所以見到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走 所以我們主要是想放鬆前面的肌肉 亦都練強你後面的肌肉組群 令到你有一個健康的上肢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高FIT的男神 鍾先生來幫我們做這個示範 又是我這個阻力帶之鬼 這次我們用的阻力帶和上次有不同 這次我們用的阻力帶是這樣的 好像一條豬腸粉 老友記記得 不吃就可以 不要吃 我們準備做一個阻力帶 一個蛙旋的動作 首先我們把這個阻力帶踩住 鍾先生 我們試試 四平八穩 兩隻腳是平排的 不要只用腳鎮 否則彈了臉 好 拉 呼氣 然後放鬆 每次拉上來的時候就呼氣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繼續做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十二下到十五下 這個動作可以做三到四組 背部一定要有一個 squeeze in hold住一二三呼氣 然後慢慢下 這個動作可以練到我們背部的後肌組群 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駝背和圓肩捲向前 老人家記得 其實這個動作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正確的姿勢就最好 好像鍾先生一樣 挺起胸口 拉的時候我們往下拉 不要用肩膀 這樣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接下來我們會用這條橡筋帶 先綁個裂 然後阿忠先生麻煩你用兩隻腳踩緊它 OK 四平八穩 不要讓它打到臉 好 然後 Nutral grip Grip住了橡筋帶 然後就往面部的下巴拉上去 拉的時候呼氣 落的時候吸氣 記得拉上來 一二三慢慢落 同時間這個時候肩甲骨亦要鎖緊 不要讓人膀胃地做 很容易拉傷背部的尾龍骨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八下到十下三組 現在準備做第三個動作 做阻力帶的推胸動作 好 我們準備了 現在我們用左力帶 在這裡準備綁住阿忠先生 怕不怕 好 我們綁住它 我們這樣打個裂在這個位置 對 對 看到鍾先生都很怕我彈它 好 我們綁完裂之後 它就好像一個推胸的動作 手臂就在外面 然後橡筋帶就在椅子後面圈住了 好 準備了 好 吸氣然後呼氣向前推 記得這個動作 手不要伸展 微曲 好 吸氣 呼氣 慢落 吸氣 呼氣上 好 然後呼氣 慢落 記得要保持著 一上去一二三慢慢落 所有動作都要向心收縮 還有去到最高的時候 我們有少少的曲 記得有時候我們推這些動作 不要推得太高 否則肩膀覺得很辛苦 所以你看到鍾先生微微曲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訓練到 我們的胸大肌 和三頭肌 還有訓練到少少肩膀 這個動作可以做12到15下 三組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阻力帶後飛鳥的動作 主要是想訓練三角肌的後肌組 還有我們主要是想訓練我們的菱形肌 還有放開我們的胸大肌 好 我們試一下 將兩隻手升起 對 好像一隻僵屍 然後我們谷行我們的後三角肌 對 然後放鬆向前 對 再谷 谷的時候數三秒 1 2 3 再谷 再放鬆 這個動作我們這個斜方肌 不要 全都谷上來 這樣就會令到頸很聚力 覺得頸很辛苦 有機會令到我們勞損了 那麼我們想放鬆它的 鎖緊肩甲骨 然後向後這樣 這樣才可以放開我們的胸大肌 同時練到我們的後肌組群 記得拉的肌肉其實要練多於推的肌肉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都是做很多推的動作 包括我們推開動門 推開的東西經常都會做 但我們推的肌肉會令到前面肌肉過緊 然後後面肌肉不夠強的時候 有機會令到我們圓肩 甚至乎駝背 腰痛 頸痛 所以我們最好做一些拉的動作多一點 這個動作可以做到12下 3到4組 其實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記得周圍沒有一些雜物 否則很容易弄傷自己 還有做運動最重要是適可而止 這些運動上肢的訓練 其實一個星期可以做3次 不要往往覺得自己不夠累 做多幾次很容易露損 還有如果真的覺得橡筋帶很累 很辛苦很大力 其實不用橡筋帶就這樣掃手做訓練 都可以